总疏穴 总疏呢就是相当于我们都卖的风腐穴 然后刺血的时候看啊 刺血的时候必须捏起来点刺放血 总疏捏起来点刺放血 首先它在我们的头部对头部有一个镇静的作用 所以它可以治疗那个五脏不安引起的呕吐 在我们传统针灸里也有一个直偶大穴 谁 内关 也就是你平常假如说你这个晕车呀 还有吃的不对付了 像这种小兔你直接什么内关上来一针就行了 我们说了总疏穴相当于传统的风腐穴 那首先你看我一再给你强调 我说每一个穴位的命名是不是都有它的含义在带 是 那首先它叫风腐 从字面意思怎么解释 风的 腐就是腐地的意思 假如你姓张什么张府 离府王府 他叫风腐 所以他是干什么 风的老婆对不对 所以他最主要一个姑娘是什么 去风大穴 所以根据他的穴位的穴性可以治疗感冒头疼 为什么我们说一般受了这个风寒之后 人一般都为什么感冒头疼 风的特性是什么 先说风邪善行而树变 对吧 风性清凉 还有一句话记上风期高位 也就是说风邪最容易侵犯你的什么地方 对 但凡一说外面刮风了你出去 瞬间那个风就把你脑袋来了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风的特性风期高位 所以一般风期高位之后你为什么感冒头疼 对不对 根据他的特性 穴位的特性可以治疗感冒头疼 小儿高烧 然后小儿各种风症中风失语 这个是根据穴性排定的 因为它是去风的大穴 然后第三点 我们扎针的时候 它有一个全膝对应的原则 就例如我刚才给你讲解膝的那一针 它是不是把腿抬起来 这样做一个比对 那我们扎针的时候 还有前后对应原则 对不对 例如说 你看这个穴位叫什么 橙江 橙江根据橙江的前后对应原则 你看橙江滑过来 这是哪 脖子 脖子嘛 所以橙江是治疗落疹的特效穴 对不对 对 那你的这个总数穴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嗯 你看我这样对应过来对应到哪 脖子 根据前后对应原则治疗 吞咽不适